到台南關子嶺吃名店 旺仔雞熱騰騰出爐鮮嫩多汁 卻有遊客PO網控訴雞湯不衛生 吃到蟲 從雞湯裡撈到小蟲乍看之下 很像蟑螂 嚇得客人跟店員反映 店員說可以換一鍋 但要等25分鐘 客人問有快一點的湯嗎 店員反問還是換菜可以嗎 客人無奈說不用了都吃飽了 店員居然沒半句抱歉直接走掉 一鍋湯裡總共撈到兩隻蟲超恐怖 店員第二次走來說 那湯不要就端走了 客人傻眼至少也講一句不好意思 感到驚訝吃到蟲 或感到抱歉的態度都好 這麼理所當然是很常吃到蟲嗎 難免會心裡會有一點疹發啦 也不敢吃的啦 因為第二鍋 反而一蟲過滴掉 還是那鍋湯上來 也有可能啦 照片曝光網友炮轟 開什麼玩笑刷新三觀 不道歉至少退湯前 老闆出面道歉吧 還有人狂酸 好吃的秘方被你發現了 跟公主生計較沒有用啊 就是要直接跟店長講 比較有用 店家回應 當天太忙 工讀生訓練不夠 事發當下有跟客人和解 中秋連假開心出遊 品嘗美食 卻吃到噁心重湯 沒有被妥善處理 甚至沒有一句道歉 任誰都會不開心 記者賴冠章 葉振雲 郭怡貞 台南報導 我是陳俱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 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